我们就先从明天马上就是520了 当然这个准总统赖清德即将要就任了 但是呢大家知道吗 在这个520隔天就是5月21号礼拜二这一天 国会无法即将要再站立法院 好我们先来看到在这个上周五 517这一天整个国会 其实呢状况非常非常的混乱 当然在这个礼拜二就是就职大典 隔天国会改革无法要再站 我们先来看到目前各党团的态度是如何 国民党的部分哦 他们已经说了有坚定的信心 一定会在当天完成三毒 民众党团则是说三毒之后呢 还有很多的细节可以协商 这当中包含了这个未来总统 如果到国会去做国情报告的时候 到底是要用统问统答还是急问急答 都可以再来讨论呢 好但是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已经说了 穷尽一切可能挽救民主 如果蓝白阵营还是要强硬的话 他们一定会提出视线 好但是我们来看到 眼前在521当天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会不会所谓复制太阳花学运呢 因为呢公民团体已经号召了 521这一天下班下课 要在立法院集结 现在呢还有一些人说 当天最好要带着一些水果跟面包啦 似乎是不是要打这个所谓的持久战呢 针对这个部分我首先问一下这个立将军 你怎么样看521这一天呢 到底整个场面还是会非常非常的混乱吗 有人说现在可能会激六冲突 也有人说可能会爆发甚至血战啊 一战517再战521 这国会我们想说521一定比517还要精彩 我想大概全国观众 可能不止全国观众啦 全世界媒体都在瞩目521 521什么日子呢 是赖兴德就职的第二天 然后立法院他会爆发多大的一个乱象 那其实517大家都已经对这个民进党 他们这种国会里面的这种乱象 他自己执政当家 我们所谓当家不闹事嘛 那现在闹事的反而是你执政党自己在闹事 你不管是蔡英文或者是交放给赖兴德 你国会本来就是你 你们执政党在负责这种 国会里面的这种协调或失误 只是说为什么会闹成这么严重 我觉得民进党来讲 他就不习惯当一个小在野党 他已经嚣张跋扈了八年 这八年以来 因为他在立法院他都是多数党 那突然他变成一个少数的政党来讲的话 他就不习惯 然后我不晓得为什么你在怕国会改革 你到底在怕什么 然后用这么粗鲁 用这么卑鄙 用这么无耻的手段 来阻挡国会的表决 我特别要讲 这个你既然说 口口声声说要捍卫民主 结果你在反对投票 这什么回事 这你不是有神音错乱吗 民主不就是投票吗 那今天你为什么要阻挡投票 我觉得就是表决嘛 那大家回过于常态来讲 立法院就是 应该是属人头的地方 而不是一个用拳头的地方 那你为什么 你不管是程序啊 或者是各种发言 你就是在阻挡投票嘛 阻挡表决 那为什么要阻挡表决 你在怕什么 我特别要讲 第二个我们也看到 这几次来讲 我想说媒体上面 大家讨论很多 有很多事情大概是 我想说全国观众 或者是全世界民主人士 都没有办法接受的 甚至于我觉得比这个 任何一个 这种专制极权国家 更要恶劣霸道的 你看第一个 我们经常讨论到陈兴辉 对不对 你这个中央嘉宾 你怎么会去对一个女生来讲 用这种性骚扰的方式 而且用这么危险的动作 我觉得这让我印象最深刻 那天如果说是不是 陈兴辉运气好一点的话 他如果说整个人摘下来 那头撞到 那不是一条命没有 就是会残废 如果颈椎断掉的话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那第二个 对不对 你去抢周安来的这种意识录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 对王美会去拍打 那个警察的帽子 那警察他们很无奈 你总是有一条红线嘛 他们那种你们两党 怎么样去争怎么样去斗 你们要表演 你们要去作秀 你们要表演作秀 但是他们意识人员是无辜的 你去对这些意识人员 做攻击做羞辱 我觉得是我观众 所有的人员没有办法 对不起我用观众 因为我们现在等于在看一场 演喉气 看一场这种擂台赛啦 等于说用一种观众心态在看 但是你观众 你就算是擂台赛好了 你不能去打裁判嘛 对不对 那他们那些意识人员是裁判 只是在旁边 甚至于他们连裁判都不算 他们只是在旁边负责一种 维护厂里面帮忙你 这个地毛巾地水 维护整个擂台赛的一个 这个场边的作业的人员 你去攻击他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觉得这些动作来讲 尤其是很多事情 现在慢慢陆陆续续 这个前天发生这个事情以后 但昨天很多的镜头 慢慢陆续曝光出来 譬如说是韩国瑜被五个 被他们三五个 民营党的女立委将强暴住 能看吗 我觉得你能看吗 你这几个 你为什么用女生去报韩国瑜呢 你这不是就是标准的性骚扰吗 不是说男生去 你钟嘉宾对陈清晦那种是 是那种性骚扰的一种标准的行为 那你们女生对 男生对韩国瑜院长来讲 也是一种性骚扰吗 你为什么这几个女生 这样抱着一个 抱着韩国瑜院长 就标准的性骚扰 你只是为了要阻挡 这个韩国瑜进入会场 你不习各种手段 用这种真的是不堪入目的这种方式 来阻挡韩国瑜进场 我觉得这个立法院五一期 已经闹成这个样 你现在要叫这个公民团体下班以后 一起去报为立法院 我赞成我支持 对不对 你就去就去 我也在那边呼吁 我们国民党的这些支持者 不要去闹事 我们在旁边在家里面打开电视机 我们看他们会闹到什么程度 这些公民再去 你就复制太阳花的动作 你复制出来你看看现在谁在执政 是民进长在执政 你继续你礼拜二闹完以后 那没关系 国民党就12点钟到 大概就三会 然后礼拜五大家再来一次 每个礼拜来一次 然后让你看你赖清德你怎么办 你就职了第二天 对不对 我觉得不管是蔡英文要交接总统 或者赖清德要接总统 对一个离职的总统 是一个很大一个送别的礼物 对不对 立法院就送你一个大礼 然后对接任总统来讲 也是一个大礼送给你 让大家看到 让国际看到台湾 对不对 台湾有这么乱 做这么危险的动作 我觉得就是为了一个 不过就是为了这个国会改革 那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国会改革 应不应该改革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讨论 但是我觉得说是 如果说是民主 你们口口成声说要民主 捍卫民主自由 民主就是表决嘛 那你为什么要阻止表决呢 你不管是在立会里面闹事 或者是说你用程序 用各种表决方式 你就是在阻挡表决 那你是在阻挡民主 还是在发行民主 我觉得就是标准的 做贼喊做贼 你自己在阻挡民主 结果你说你是在捍卫民主 我觉得这是我没办法 接受的一件事情 好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艺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艺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 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